我们今天阵行的部分是214页第三段开始 无缘无悔214页第三段开始 我帮大家念一下老师的开始 并且简单的做一下解释 小心哦,我说的是真的 三十五佛如对目前 他就是在看着我们 你对他忏罪的话就不复不长 要非常非常老实的拜佛 把自己献给佛菩萨 就是把心瘫在他面前 这一切的罪恶全部要忏不复不长 一定会得到佛着的加持的 持送佛名号会有极强灭罪的势力 希望大家经过这三天的修为 能够对于佛法有稍稍一点感悟 甚至深一点的感悟 一开始老师就提醒 小心哦,我说的是真的 三十五佛如对目前 他就是在看着我们 这句话很简单 因为佛陀就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对世上佛陀有信心的话 这样这句话你把它记住的话 终身受用乃至敬畏来记 无限生命都会受用 老师说 小心哦,我说的是真的 三十五佛如对目前 他就是在看着我们 佛的功德就是如此 因为佛陀是一切变质嘛 所以呢 法界的所有的一切法呢 佛陀都是当下限量了之 包括自他一切友情 进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状况 所有的业力 所有的善根 所有的心念呢 佛陀都是当下限量完全了之的这样 所以就是如对目前 我们就是完全摊在他面前 没有错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哦,不习惯 我们平常不是说我们都要有一个隐私的空间嘛 那现在佛菩萨都 无外见一切 我的一切他都看得见了 好像就没有什么隐私感跟安全感 其实 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想到佛菩萨的功德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小时候都有被母亲照顾的经验嘛 还是被父母亲照顾的经验 对不对 小孩子一定有这种反应 好 他被父母亲看着的时候 他自然而言就有一种安全感 好 他就可以到处玩啊 到处去探索 他一点都不会担心这样 因为反正一出什么事情呢 他马上回过头来一喊妈 这样子 好 因为被他妈妈看着嘛 所以他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他一点都不害怕这样 好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还喜欢做一个动作 其实很多小孩大家都很喜欢玩这个动作 就是因为小孩子体积很小嘛 然后父亲相较小孩来讲 就是非常强壮又很高大嘛 所以这个 我当小的时候常常被我爸举到很高的地方 像坐飞机一样这样晃来晃去的嘛 可是对小孩那就是又惊险又刺激这样 又喜欢又害怕这样 因为你整个人被放的高高的地方 有时候还倒立过来啊这样子 把你从下面举到上面 从上面举到下面 那可能有点害怕嘛 可是你又觉得很刺激 然后呢 那你每次看你爸也就很想再玩一次 为什么很想玩一次 因为你知道他看着你嘛 这个游戏虽然很刺激 但是你知道不会有危险 因为他看着你嘛 如果说这个游戏很危险 好 那又没有信任的人看着你 关顾着你 你就不敢玩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了解佛菩萨的功德 他们的慈悲是 把一切众生都视为像自己独一爱之一样 所以一切实处被佛菩萨看着 照顾着这很好 这没什么不好 我们当小孩子就是这样吸球的这样 反过来讲 有另外一种信赖才可怕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些坏事 然后那时候你就自己自我催眠 说诗党佛菩萨这时候应该没看到吧 或者说诗党佛菩萨这时候最好不要看到 好 这很麻烦 是不是说起心动念的那个事种 那个种子 影响很大 你这个叶种子一种下去 将来感觉的果就是什么 你不是希望不要看到他他不要看到你吗 像他感果就是你还真的很难看到他 那很麻烦 好所以其实应该反过来找一点想通找一点习惯 最好就是诗党佛菩萨一切实术普色乎照顾着我 就像我小时候被父母亲照顾一样 好那这样我往后的无限生命的每一条路都可以走得很好 这很重要 后面老师说你对他忏罪的话就不负不偿 要非常非常老实的拜佛把自己献给佛菩萨 就是把心瘫在他面前 这一切罪恶全部都要忏不负不偿 我给你一个为什么全部都要忏的礼物 因为呢 任何一个罪恶都是苦因都会让我们自己受到痛苦 那这个时候把我们视为独一爱者的佛菩萨 他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好所以你想到自己的痛苦 想到施展佛菩萨的难受呢 那这一切罪恶都要忏 都要在他面前瘫开不负不偿 好这样很认真的忏 好 你肯这样做的呢 老师就说一定会得到佛多的加持 这个时候持送佛的名画会有极强的灭罪的势力 就把握刚刚讲的那个药灵 这时候持送佛名 称送佛名去忏悔 就单单称送佛名 就会产生 好 像佛智大师的解释里面所说的这些效果 称送南无宝方光如来就可以灭两万节罪障 称送南无极强施 就是可以灭出所有称惠的罪障 就是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好 所以后面老师讲说 希望大家经过这三天的修为 因为这是在办佛山的时候的开示 能够对于佛法有稍稍一点的感悟 甚至深一点的感悟 其实认真讲 是不难做到的事情 如果把握前面那个忏悔的药理 你这样持续用功三天的话 你对佛法的体会一定会不一样 而且这种体会呢 不是把佛法当成一个外在的东西体会 就是你直接在你的身心上 你找到原来佛陀这么精准地描述了我的状态 佛陀这么精准地帮助我 了解了我自己真实的相状 好 那时候你感受会不一样 好